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父亲了 我爸爸 盛伟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劳动者 我父亲爱劳动 而且每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 一定是要出去劳动的 专门赶这天出去 出去干嘛呢 干嘛 植树 这也是劳动 植树造福于社会 而且是一个劳动者应尽的义务 对对对 自己买小书名 自己买的 赶劳动节这天出去 植树 但是啊稍微有点泛滥 泛滥 光管植树 不管挖坑 这劳动怎么还泛滥呢 这怎么 这习惯吧 这挖坑多费劲啊 先挖坑费劲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找县城的坑 县城的坑 背着树苗满厨 找何哪有县城的坑 找一直找的城外 找着一县城的坑 还真有啊 过去 植树 这就植树 把土填好了 自己回去之后 想想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 坑是填了 树苗没放里头 光填坑啊 赶紧背着树苗回去 还栽树 一回去之后 找不着这地儿 找了半天 最后找着了 找着了 为什么找着 为什么 那站着一老头 有人 站着一老头 跟着等着他 一看一看 圣鬼的父亲过来了 刚才这坑是你田的吧 哎呦 是是 是你田的 是 可找着你了 怎么了 我儿子跟着挖菜叫 让你给埋里头 人给埋里头 你甭乱怎么说 反正该劳动是劳动 是 中国对节日特别的重视 哦 你就拿中国的传统节日来说 对吧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嗯 你会发现中国很重视 这些传统的节日 非常重视 而且每一个节日 都有自己不同的来历 每一个节日 都有自己不同的吃食 您挨个儿介绍介绍 逐个儿介绍啊 比如说五月节 端午节 端午家节 嗯 吃什么我不用说 大伙都知道啊 这都熟悉 吃包子 对吧 大个儿包子 那些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 大伙都知道 你不知道啊 怎么了 端午节怎么能吃包子呢 我们家就吃包子 有问题吗 我倒是没问题 就是 不是 你不是说 传统节日的吃食吗 那你有什么 不同的看法吗 不是我不同看法 端午节吃粽子 知道 知道 端午节吃粽子 对 甭管山南海北都得吃粽子 都吃 区别在于粽子的馅会有所不同 馅不一样 对吧 有的是枣粽子 嗯 枣泥粽子 有 豆沙粽子 嗯 羊肉西湖粽子 嗯 韭菜鸡蛋粽子 那就是包子 前面说起来 对后面说起来 对 这些馅没有 没有 甭管怎么说 肯定是吃粽子 对 吃粽子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来历了 这您给讲 吃粽子 这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诗人 谁呀 屈原 这还真对呀 屈原呢 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大夫 大夫 因为非法行医呢 让人把执照给调 你把我那衣服忘了 不是非法行医 不是 我看的史料是这样的 上面写的 那大夫 写出来 人家叫大夫 哦 这念大夫 大夫 屈大夫 没错 写过一篇离骚 哦 里边有些耳熟能详的诗句 我能背得出来 你说说 路漫漫其修远西 五江上下东南西北中发白儿求索 这是个麻将秘笔啊 没没记得不太清楚 太不清楚了 就是这么有才的一位诗人 但是不被楚国所重用 您听听 所以说呢 郁郁而终 哎呦 跳蜜罗江而亡 头江而死 但是当地的人啊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划着龙舟在蜜罗江上 寻找屈大夫的尸身 找不到 怎么办 往里边扔了一些吃屎 让所有的鱼 吃我们扔的东西 不要伤害屈大夫的尸体 保护屈原 把这个糯米 用尾叶子包好了 扔到了蜜罗江里边 扔进去 形成了今天的粽子 这粽子的来历 这是粽子的来历 哎 这对啊 这是五月节 还有呢 八月节 八月 也有自己独特的吃食啊 吃什么呀 包子 对吧 就认识包子是吗 我们家乐意吃包子 怎么呢 别老吃包子 八月节吃月饼啊 八月节吃月饼 一提到月饼 这个吃食 我又不得不提到他们家了 又得说我们家 要说一说盛伟的父亲了 为什么呀 因为盛伟他们家 对于过节非常的重视 我们家重视 他父亲盛老爷子 到八月十五这一天 自己家做 哎对 有是老人爱自己做 就他们家那月饼啊 光做月饼的面 150斤 150斤 您听好了 150斤 做一个 150斤一个 平均每个150斤面 那得多少馅儿 里边馅儿每个二两高高的 二两馅儿 二两馅儿都吃不着什么了 不是 二百多斤馅儿 二百多斤馅儿 您想他们家这月饼啊 每个面150斤 馅儿二百斤 月饼做出来 八十斤整啊 把那厨子换了吧 为什么 这厨子肯定偷面了 你们家家大业大 不在乎这 那也太不在乎了 就为过节高兴啊 就为高兴 每年啊 就这八十斤的月饼 固定做三十二个 干嘛做三十二个 上面印字啊 哦印字 你看月饼上面都有字 福禄受洗 恭喜发财 对吧 机箱话 老圣家月饼印字啊 印什么呀 鞠 鞠 马 泡 是 像福 印一套 我说呢 印一副象棋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有用 有用 八月十五这天 赏月下月饼棋 哦 下这月饼棋啊 下月饼棋 到晚上啊 盛老爷子坐东乡房顶上 老太太坐西乡房顶上 这边 底下摆好月饼棋 长共负责给搬棋 决战紫金之巅的 老头儿 东乡房顶上 当头炮 当头炮 别尝过 这多费劲呢 老太太西乡房顶上 拔马跳 我跳满了 老婆不乐意 不乐意 你怎么拔马跳呢 防着你那当头炮 你这 你这 我怎么吃你那足啊 就是不让你吃啊 你非拔马跳是吗 对呀 来尝过 我毁棋 还在毁棋的 那把我马也搬回去吧 这边也毁棋 你不跳马了 我当头炮 哎 拔马跳 毁棋 叶长公来回 毁棋 三十多个回合 我说过节给三星的 真累呀 后来老爷子真急了 急了 你 你非拔马跳是吧 拔马跳 长公 把他那足吃了 这可不能吃啊 马看着呢 我管那个呢 把他足吃了 马看着呢 把他足吃了呀 这怎么吃啊 把那月饼吃了呀 老圣家 每年八月十五过后 换一波长公 是长公都胖了 八月十五 这是 吃月饼 吃月饼 中国最大的节日 传统节日是什么呀 什么节日 春节 说春节了 春节吃什么 知道吗 吃包子呀 大傻子 吃饺子呀 你可算说这一回了 这谁都知道 这姑娘吃饺子呀 都吃饺子 而且吃饺子 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什么习俗 饺子里边放硬币 这个可有 吃这个饺子 太少 每次硬币就放那么几个 吃着硬币的高兴 吃不着硬币的 你让他来年多别扭 不是 他就是有的能吃着 咱家大业大怎么了 硬币 哥呀 让每个人都能吃着啊 每个人都能吃着 三十包饺子 少尉 去 少尉好 让我尹 换一万块钱硬币 换一万块钱硬币 包饺子 没事 放 保证 每个人都能吃着硬币 别舍不得各放啊 这 吃吃 包好了饺子 煮了之后 一家人围坐桌前吃饺子 每个人都能吃着硬币 都高兴 都骂街了 骂街 光吃着硬币了 没吃着馅儿 我放馅儿了 一边吃着老太太 一边还骂呢 这糟了头子 大过年你拿我们当村钱罐了 你 哪有这样的 就图一高兴嘛 这就是中国的三大节日 你还真知道 中国的节日嘛 透出的就是中国的礼仪文化 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节日 放在一起 没有中国的节日多 那些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都吃包子呀 别说了